看到 你看到了吗 有没有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好酷 但是我一开始玩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个 相对简单一点的 这个太难了 我弄到快要死才弄到 才弄到这里 这是第一部分 我只是做了这第一部分 到第二部分的开始 但是我第二部分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我就光搭这些东西 这个发动机就好 对啊我就觉得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 但确实这个是太难了 你拼这个你是怎么弄的 我也会分类 但是我没有分的这么细致 我是会把一些小零件 就比如说这些扭扣 在一个袋子里 那这些大零件就在另一个袋子里 就分两个就好了 但是你是跪着拼 还是那个拼 一定要做高一点 做的高一点 你知道我拼的时候 我之前也是 就如果是坐在地上 换着腰真的会 我觉得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子 这样会累死 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子 你才可以很集中很集中 我发觉要不就是台子很高 找不到一个台子正适合 只要找一个台子很高 就背挺直的这样去做 拼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我这个就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然后我看到后面 你这个车子已经拼出来过了吗 对我已经 他真的拼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车子很好看吗 超好看 就跟这个一模一样 就跟这一模一样 对 超好看 这个我已经弄了很久 但是 比较有成就感 他也是会动的 对 他里面细节做的特别好 只要拼错一个地方 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拆都拆不回去了 对 就是要全拆开 对 拼的过程中会觉得 哇 好神奇 他怎么会这样设计 对 好厉害 这个我两天拼完 两天拼完 我两天拼完 真的假的 一天拼七八个小时 两天拼完 我这用了好几星期 用了好几星期 我两天拼完 我两天拼完 要不要发个拼 让我看看 你把这个放在那个图上面 对 他有的 有的零件是要按照一比一的 大小的 这样设计 插错一个地方 他锁住了 真的 就很难 很难 对 还蛮顺的 就就拼这个 然后拼完了 那是 那我觉得我知道 那是智商的问题 我觉得 原来你也是玩这个的 好吧 好 我们这个 伤心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你两天就做完的事情 我用了两礼拜